今天老專居就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鯊魚俠30週年 算是一個新品啊 然後第二波的鯊魚俠 免太爾的第二波鯊魚俠玩具已經出來了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那本人是 想要等看看那個萬聖節或者是 聖誕節 他們美國那邊有沒有特價再去衝啊 然後本人買的是所謂的街頭鯊魚俠的 我們當中的鯊魚啊 出處是 漫畫不是 那個動畫裡面出現的一個偽裝版的造型啊 盒子這樣子 然後打開 裡面是一個撞球版本的 大俠歐尼爾啊 盒子這樣子啊 那直接不廢話猜給大家看 售價是40美金啊 折合台幣 折合台幣大概就是 一千 一千 一千二到一千三左右吧 打開裡面知道 後面知道 我後來真的覺得他們大俠歐尼爾沒有把那一把 他第一個版本 可以咬的那把槍做出來 有點可惜啊 可是知道 然後是一個撞球台的造型 外套 重點是這件外套 重點是這件外套它是可以脫的 這個非常重要 後面等有新版的其他幾隻 不知道能不能確認一下他們的 其他幾隻鯊魚的那個 衣服能不能互換 然後眼鏡 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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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眼鏡 太陽眼鏡的部分 他是固定在他的 耳朵 這不算耳朵吧 旗上的 他外套摸起來質感很好耶 為什麼刀子不見 等我一下去拿刀子 我覺得他們美太耳的有個特色 就是他們綁的都很爛 非常的爛 我想要盡量不拆 不傷到 外套的情況下 去撿這個 但又很怕 傷到 他們本身外套的零件 打開 然後火焰的部分 火焰特效零件 它是 裝在那個撞球桿上面的 火焰是軟的耶 火焰是軟的耶 火焰部分是軟的 它可以裝在撞球桿 上面 其實有點搖搖欲墜 哈哈哈哈 球桿 球桿上面還有保護貼 它球桿是軟的啊 球桿本身是軟膠 所以這個 隨便拿跟竹線也可以代替啊 外套不錯 外套是那種 真的是布置的 正面這樣 然後 撒一下特色 嘴巴壓 後面的旗壓下去 它可以打開啊 牙齒心結做得不錯 然後拳頭的部分 拳頭前面的拉鍊 沒有拉鍊可以拉啊 但它拳頭不會影響到它的可動性啊 可以這樣動 我覺得這個外套 搞不好我的鯊魚可以動 然後它等於 你等於買這一隻 你等於就是在買它的外套跟那個火焰特效 還有這個眼鏡啊 它眼鏡下面用貼紙耶 那年久的真的 會讓人家害怕啊 注意看眼鏡是這邊啊 左右兩側後面這邊 有兩個卡扣啊 它可以剛好扣在 扣在它的旗這裡啊 然後 它的特色 轉動那個是可以用的 揮出 右拳 強力右拳啊 然後可動性來講 跟新版的一樣啊 30週年 多了手肘的關節 拳頭的關節 骨關節 一樣可以多了 膝蓋關節可以動 腳掌這個關節可以動啊 大概就多了一些 這個版本 雖然說 有人說它是SDCC啊 但它應該不算SDCC的商品啊 它算是 在SDCC的時候先行販售的美太兒商品啊 它現在在美太兒的官網上是有販售的 如果大家有在美國可以幫忙代購的朋友是可以考慮的啊 那竿子的部分我覺得它的火焰特效 有點薄弱啊 你看它只能 上面有個套子 只能塞進去後 到這裡就極限 可是它的竿子本身 是軟焦的 有點偏軟啊 所以它這個晃起來有點 我不太懂這個東西是什麼鬼啊 看起來像一個核桃 那 眼鏡不錯喔 我喜歡眼鏡 眼鏡這樣戴著 眼鏡一戴 誰都不愛啊 側面這樣 然後外套是可以脫的 外套可以脫 但它外套脫是需要零件的 就需要把雙手拔掉 外套 所以它如果其他幾隻的手是可以拆下來的 我覺得到時候外套應該也可以穿綁 我現在是比較期待它後面能不能推出 鯊魚戰車 外套脫掉是這樣 外套是布的 這點還不錯 那拳頭一樣可以塞回去 本身就不是把拳頭塞回去 側面這樣 腰是這個可動零件 連動的 往 左側 右側一壓 它就可以有旋轉的功能 然後這樣看就很明顯 那個手肘功能是可以這樣彎曲 二頭肌側面是這樣 旋轉 這是 我們當中的鯊魚 街頭鯊魚的撞球台 大俠歐尼爾 有興趣的朋友考去購買 它應該不算SDCC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那時候被傳成SDCC 因為我後來拿到商品後 我也有對了一下 我發現它根本就沒有SDCC的那個 限定的那個 馬丘的標誌 那今天影片介紹到這裡 這是 鯊魚俠30週年的 新版鯊魚俠的大俠歐尼爾 我們之間 之間的 之中的鯊魚 特別的版本 撞球台鯊魚